这次这间屋都是出自同一位香港人业主 在CW2的其中一条街道 地板是新正的 我们是不收任何的费用的 Hello 大家好 我是YM 大概两个月前 我们就帮一个香港人业主拍过一条租屋片 最后都成功租出了 这次这间屋都是出自同一位香港人业主 这个位置就是在CW2的其中一条街道 不如我们带大家看看这间屋吧 现在进来这间屋是昨天才收铰匙的 今天特意过来拍给大家看看 也是一个香港人业主 进来 进来这里就感觉好像有点灰暗 因为它的墙身有了一些比较深色的灰色 但这里也有一盏灯 开了就算OK 这间屋是一间四房的排屋 这间屋是一间四房的排屋 一进来这里 我们先走右手边的客厅 因为都是有历史的屋 它楼底也比较高 但是旧屋的好处就是 尺寸会比较大一些 比现在看见新建设的那些 因为这里只是客厅 一会儿大家看看饭厅 其实加上这里是很大 这个客厅有接近130呎 是的 那它又有个电的 应该是电的 是电的 那它就铺了Laminae 应该是 这样就比地纤好 对香港人来说 那它的墙身呢 都算是这样的了 保养得 是的 也未见到有很明显的 脱落或者扑下来的那些 因为它是墙子来的 这边是墙子这边是油 墙子 它是像墙子盖油 是的 它是油来的 它是像底下有墙子盖油 地板是新正的 嗯 它不会用Laminae 它是Laminae 它是墙子的 那就是 虽然新一定不是新的了 这家屋好老实说 但是就暂时看下 都可以接受的 这个condition 唯一我就觉得 它楼下就没有做射灯 就是没有做down light 所以就觉得比较暗 因为它都大 那就是靠一盏这些灯淡 我觉得就真的不是挺够光的 英国人呢 是喜欢暗的 我们如果香港人呢 可能需要多买多少地灯 因为你要买一盏分散 分散有五六个头的吊灯 自己换 那它这边墙子就有少少烂了 我相信它先前应该黏了东西 是的 那这个是饭厅是吧 这个就是dining 因为再进去就是厨房 其实这个饭厅 老实说 都有百多尺 我想新楼很难有这个尺寸的饭厅 因为它都是属于挺正方的 当你放一张大圆台 八人圆台 一定能安装 是的 这个厨房很难有这么大的饭厅 其实很老实说 又进来这里就是厨房 这个厨房也是很大的 它分了左右两边 我觉得这个厨房是全屋最新正的位置 我想它相信它是新建了很久的 就是这套厨房 那它就有射灯了 是的 所以就感觉完全不同了 即是立刻光满 我这边都拉完链子的 但都是很够光 所以其实射灯都非常重要 那么 不断开一下给大家看一下 但都开不完 那么多个 咦 一开这个就是个boiler 那都跟大家讲一下 这家屋 那这个业主就已经做了survey的了 那就是全部没问题的 那我们刚才也试过这些热水 就是重点 还有说就说这间都算旧了 即是旧的楼 它进来又不会很冰冷 可能左右很多屋 嗯 那我相信这里它就是弄了vinyl 这个厨房 因为它在这里 可能趁洗机的时候 就弄起了这一块 那看到就是vinyl 那么就遇了两个位 可能会干湿两边 那这里就没有ditch washer 那里有一个烤炉 single oven 有电磁炉 七楼烟机 刚才也开过是work的 嗯 然后旁边这里 它就是一个store room 那它就脱油了 可能它就觉得 见不到它就没收拾过了 那门也拆了 没有门的这个store room 那可能到时候 看看可不可以 如果自己搬进来 煮一块链子 它已经是有链子了 看到这些链子了 应该是有一块链子的 有一个露位 那就遮臭了 是的 那这个厨房真的不小 很大 那我们进去督督看厕所 现在才出去garden 然后进来这个厕所 有窗的 原来是可以洗凉的 那它这些长生都是新的 这些叫什么名字 我们之前 我都忘了叫什么 都是一些胶板 即是外国就流行链这些 即是省钱就是链这些 很明显它也 看这个store room 都不是旧的 它都是像厨房一样 弄了没多久 嗯 那就可以了 也不是说非常残疚的 这个厕所 那现在我们就出去garden看看 是拉的 OK 那首先这里就有个位置 放置了一些砸物 那又看回这一边呢 因为昨晚呢 好像打风似的 还记得10号风球 我们来英国没试过这么大风 也有 那时候利物浦很大风 利物浦来 crew的没试过 crew就没试过 那我们今天的邻居都有吹烂了一些 一些fan 我们那边都有 不过不是我们的家屋 是啊 那这里没事 那便铺了砖 这个平台 其实都 他的fan也有过的 都可以接受 是的 这个不知是什么 暖炉 是吗 整个 外面暖炉 整个炮 对 好 就是这样 一眼就看了 对 这一屋都有 外面的水喉 外面的小铁 也是有的 那好吧 现在我们可以上楼上看看 我们去直去那间房 好吗 好的 一上到来就看到一个bathroom 它也是铺了砖的 这个bathroom 但它有缺点 没有shower 这里就只是浴缸浸浴 那shower就要下楼下了 也有窗 还有它就没有毛巾架 这里 有 那边 OK 哦 对了 收回了 这里也有一只窗 然后就 旁边 第一间房 那这间房 它就不是地毯 嗯 不知道是红红还是红红 那它就一边是做了墙纸 那不要以为它是一片片 其实它是墙纸的 它的墙纸是这样的 它是特分做到这个效果 印出来 那另一边就是做了一些灰色墙 这样 那这个也可以放到 先看看 那床 那是怎么放呢 如果靠这个边可以放五尺 就是这里 但是有一个插梳位 嗯 不怕的 都可以的 靠边 这间房也有接近一百尺 嗯 那房望出去就是 这样的环境 这里 不过也挺实际的 上到你 踩下去的感觉 也没有任何的 咳咳咳咳咳 那么它这个走廊就是地毡 而且它很暗 因为都是油了灰色 整个走廊 其实真的要油回白色 那真的觉得很暗 很阴沉的 有点 又上来一个半级仔 又进入另一间房 那这间房 那这间房是地毡 那也是铺上墙子的 那边窗 如果不喜欢的东西 可以自己换 其实铺里的房子 也是市正的 就是小朋友 都是市正的 最重点一定 看铺里的花园 是不是市正的 租房就 但是那边没有产葬 呵呵 这间房也是一样 放到五尺床 那它也是三边墙子 是啊 那它就是短地毡来的 好搞笑的 这里有一个柜 好像衣柜 但是它就是放 都是衣柜来的 就有些盒子 是啊 好 很旧色 如果你租的 你可以清洁一下它 其实就有两个衣柜 这间应该是小房 嗯 这边两间小房 这边是 但其实它也是可以放到商人床 是 都可以没问题 那还留了一个衣柜 在这里 是啊 那看出一个街景 这里 它不是主要通道来的 不会说很多车行的 那我们看看最后一间房吧 好搞笑的 这个位置 弄得像个陈泵 那这间房 就是小朋友房 有粉红色 女仔房 那 可以放一边 放单人床 还有位置放衣柜 书桌 都可以 嗯 对了 那就是这么多了 楼上 我可以放到 那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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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家看完这间屋就觉得怎么样呢? 首先说一下,这一条街走四分钟就可以去到一间Audi的小级市场 排队一条大街都有很多食肆,吃东西、卖东西都方便 学校方面有几间Good的小学和两间Good的中学附近 至于月租是多少呢?我们就问过业主 他心目中租金是800磅一个月 这次我们帮香港人业主拍这条片 想租回香港人 至于我们不收任何的费用 所以大家就随便问我们,如果有兴趣的话 或者我说一点自己的个人感想 这间屋的最大优点就真的很方便 走几分钟就可以去到超市、餐厅和大街的巴士站 至于最大的缺点就是由于它太方便了 所以在治安crime rate上就未算是很理想的 老实说,但只要你不要在夜晚单独行街 我觉得问题都未至于是很大的 加上次宗宜新来到的,租屋绝对不容易 所以在要求上也不可能是很理想的 你刚刚来到的,最重要是找到屋租 有地方先落脚 然后到第二年你有credit 那样东西了 你才去租一间心目中更加深水的屋 或者是location 第二年租一间更加好 第二年 有兴趣的朋友就即管PM我们 我们是没有收费的 这一集就这么多了 拜拜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 like share and subscribe 和comment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